秋冬流感季节来临 知名的疫苗业者未来要回馈地方 再度捐赠了500剂公益左剂疫苗 给桃园的环保还有医疗引法志工 台湾市长张善正也是亲自到场接受捐赠 呼吁全民一起打疫苗 保护自己跟家人的健康 社区长辈们迈着轻快的五步 为活动揭开序幕 知名疫苗业者第二度与桃园市政府合作 捐赠500剂左剂流感疫苗 给予桃园在地的医疗院所志工与环保志工 共同为提高长者疫苗接种率尽一份心力 尤其是流感疫苗 这个对于我想国民的健康很重要 作为一个保护国人健康的一个组织 一个公司 我们也希望能够散尽社会的责任 将来的分铃施打 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类似的产品 能够在市场上出现 出现之后也许有分铃施打机会 对老人的保护也能够做得更好 这是国际的潮流和趋势 感染症医学会副秘书长谢显森表示 随着年纪增长 免疫系统会更正老化 而接种流感疫苗 可促进抗体生成 降低重症风险 保护力长达一年 医美药等国家也建议 65岁以上长者 可选用加强型左剂疫苗 同时也藉由这次的捐赠活动 向长辈传达公伟新观念 东洋今年继去年之后 又捐赠了500剂左剂的流感疫苗 那么这个疫苗我去年本人也有施打 效果非常好 那么在这边提醒我们所有的长辈 尤其是65岁以上的长辈 平常要顾好自己身体 10月1号开始要施打新冠流感疫苗 陶原市长张山正指出 陶原65岁以上长者有36万多位 近年来积极推动健康促进规划 除了感谢民间捐赠疫苗以外 也呼吁民众善用疫苗 依指定预约系统在流感高峰到来前 及早接证获得保护力 记得话语言乔大龙桃源采访报导 请问这例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